听到每一个相信的基督徒身上 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奇妙的一年 今年在以色列的年历来算的话 他们今年也是一个喜年 五十年 五十年 二零一八年就是一个喜年 五十年在圣经里的记载是什么 神告诉我们的 这一年所有你过去的 你过去被人占掉的便宜 你过去吃亏所损失的 今年都要大宝的还给你 吃亏备的还给你 今年是受祝福的一年 所以你们一定要切记 今年是被祝福的一年 还有一个就是纪念也是 以色列的这个年历里面 一个七十年 他这个以色列复活 他们的七十年的纪念 其实在圣经里也代表了 很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圣经里面 但以理书说 他在他们那个时候 因为以色列人你们都知道 他有一点 他们很悖意 对神是也是就是忘了神 一天到晚就抱怨啊 不满意啊 自大了啊 那么神就说你们会被 你们会被外国人欺负 你们会被外国人欺负 所以但是那带预理书里面 记载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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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色列人祷告 因为他 所以以色拉后来 他们就把这个 耶和华的圣殿 又重新建造起来 所以其实 在我们基督徒 是一个很 很特别的数字 今年临到 50年的洗年 今年临到 70年的 重建的这个 这个时间 所以 神告诉我们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只要你相信 因为我们是 基督徒要凡事相信 所以 只要你相信他 他就会亲自向你显示 所以 这是我的一个 分享的经验 来到下一页 谢谢 我在这里做结束 那么用这句经文说 零后 哥林多书 后 第四章第七节说 我们这 有这宝贝 放在瓦系里 要显明 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这个 这个提醒我们自己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自语 自己是大卫 自语我们是以利亚撒 自语我们是以色列人 自语我们是一个外邦人 那么 今天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只是瓦器 就是神手中的瓦器 但是 神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一个宝贝 所以 我们提醒自己 我们是神创造的瓦器 我们今天 有任何的成就 有任何的 了不起的事情 那个荣耀都是神 因为是他帮助我们 是他帮助我们成功 他帮助我们站稳脚步向前行 让我们得地为圣 所以 所以这句经文是跟我们大家分享 那么不管我们做大卫 不管我们做以利亚撒 还是做群众基督徒 我们走在路上 我们走在路上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职场里面 我们在 在任何地方 在家庭里面 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样式来 那么我们也同时要让自己知道 我们只是瓦器 我们只是神手中的瓦器 针对荣耀是他 我们所有的一切 好的作为 都是因为他 感谢赞美主 谢谢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应该是很不过瘾吧 那刚刚我看到我们秀英 她的第一个影片 吓一跳 一般艺人重视形象 不敢把自己的另外一面 给人家看 各位有没有同感 有 有同感 都非常的重视自己出门 非得要最好的形象 因为随时会被人家看见 随时会被人家打招呼 随时会被人家问 你是 我是 结果 刚刚给我们看到的 这个是那个非常素颜 非常的 素颜 对 我是非常震撼 因为那是很真 今天我们再次 重新认识我们秀英 我想在主里面 他真的是宝贝是瓦器 而且是神所逃朔逃造的 在生命里面 其实基督徒是看重生命 看重灵魂 所以我们看到 他已经很清楚的透彻 追求是永恒大 上好的福分 阿们 我们要说是上好的福分 所以 我是非常的震撼 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问题 要问我们 这个 在二十一岁就得到 这个金玛 那个什么 银展 今天还有班纳玛银展 班纳玛银展 是最佳女主角 而且 那是二十一岁就得到了 十六七岁就已经出来 出道知道吗 出道 那现在呢 就 才如同昨日以来 现在十八 现在十八而已 那有个问题要请教的 因为 你看 刚刚我们这个 秀英 这个PPT 都她自己做的 这个很有 很有 知识的 而且很有她的能力 跟水准的 对对对对 她也是纽约时尚学院的研究所毕业 所以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她的谈吐 她的思维 真的很有脉络 来有没有问题 来我们请 今天感谢论坛报的记者 梁静燕 兄姐 那个时候 当你姓主的那个 那个人的解决究究竟是谁 OK 你头一口 我来 好的 我说就是 我很巧 我感谢主 我这个礼拜天就刚过的这个 昨天了 在教会里 那个 教会所的一些年轻弟兄 男生穿的小西装 女生穿的深色的套装 裙子 极西的裙子 很年轻 很有活力 到我们教会来介绍 他们的这些资料 他们福音书坊的这些一些书 那 他们在外面的时候 我就走过去跟他们说 我说我是在你们教会受洗的 他说是吗 然后他们就说 我说 他说在哪个会所 我说三会所 然后我说 我有个小学同学 就在你们教会 那我就告诉他说 我那个小学同学教会所名字 然后他们说是吗 我说资深的 因为听他名字你就知道 他是第二代基督徒 感谢主是很有福气的 那么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我在三会所受洗的 那么 所以我也跟他讲说 那个姊妹 有一个姊妹叫什么什么名字 是她带我去教会受洗的 感谢主 就是不管我们在哪里受洗 或者是我们落脚在什么教会 那么 我们经历任何什么分家或者是什么什么 我们难过 我们会伤心 我们会痛 但是主耶稣 我们我们向他祈求 他就会帮助我们 度过这个痛的时候 我们生命就更大的被扩张了 我们的爱是更宽广的 就像我昨天碰到福音书房的那些小弟兄姊妹 我就像自己家人一样 好亲切 因为 因为带我受洗的人 我们还是有言落 那么还有我的同学也在他们会所 就是 都是一家人 感谢主 感谢主 非常正向 我们基督比较正向 我想帮助前面的朋友 现在也会有感受 因为太多人有副向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副向的世界 是 要破除 完全要破除 没错 来 有没有问题 来 小英姐 医生 马丁路德 500年 我去看 我参加过十次 是 那个 明亮堂楼上的宇宙光六次 是 然后中山合一 还有 一共十床 马丁路德是白脸不是黑脸 他黑脸 你讲的是马丁路德 那是五百年前的一个 那是德国人 那是一个 那是 那是 那是我们的那个 宗教改革 从他开始 但是 马丁路德经 是 美国 马丁路德经 他们有个经 马丁路德经 没错 一个是马丁路德 一个是马丁路德 一个是马丁路德经 相差了将近五百年 是 1963 我刚好台大职业 哇 so good 1963 1963 有人才出生而已 哇 感性跟修 真的是 笑着这位就是 了不起的 了不起的姊妹 还没 还没 好 还没有 要请教 然后那个 走到一百多国 耶路撒冷去了三处 他是到个地球跑的人 太忙 以色列的大使 请来出汉 是 来 大声一点 是 有时候人家在你传福音 有时候 大声一点 有时候有人给你传福音 那时候是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然后因为你真的很优秀 为什么 我为什么会接受到福音 因为神的爱 这样子 对 我觉得是神的爱 第二 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都是不一样 但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是非常独特的 都是神手中亲自塑造 所以你什么时候会认识神 神都有安排 他会用不一样的人 用不一样的环境 他会让你认识他 但是呢 我们也不要觉得说 我们曾经不认识他 那么我们做错了很多事 我们基督徒就是当我们看清楚自己的时候 我们看到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罪 但是这位神还是如此的爱我们 耶稣为我们付出了生命 为我们流出了宝血 我们的罪已经因为他都洗干净了 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重新做人 对不对 当我们受洗的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那么就是属于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就要向着标杆直跑 那么我们还要干什么 还要扶持软弱的弟兄姊妹 这才是真正基督徒的爱 我们不但扶持我们 我们身边的软弱的弟兄姊妹 我也曾经被扶持过嘛 我们也要扶持软弱的弟兄姊妹 我们也要在教会以外的地方 就是我们所谓的世界 我们要在他们面前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样子 现在艺人有一些都好像他后来做的状况 我那时候就想说 这不晓得有没有基督徒去跟他关心传福音这样 我们会尽力 有时候 比如说在我们行业里面的一些同事 那么如果我们能力达到了 我一定都会去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也要时间点 对 是的 我们都努力的在做 时间点 谢谢你 好来小音姐 台大医学有宗教课 很奇怪 以前我们没有 真的有宗教课 还有两年前 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 我眼睛忽然瞎掉了 就是阻害性的关系 那我下个要没有 从西门町坐继承车 就做了台大急诊 200块 那 他也是上帝的时候 是我们那个处小妹 五六点的时候 大家都去吃饭 急诊处没有医生啊 那我怎么办啊 我拿香拜也来不及了 我就老告 是 我就主啊主啊 你要让我眼睛亮起来 我要看正经就OK 是 感谢主 这是见证啊 是 来 台北要请教的 我可以再问一下 来 小音姐你怎么看你过去 在演艺圈的成绩 因为今天 齐美浩淡写 讲的非常少 你怎么样来看 过去 过去 你在演艺圈的成绩 让大家认识你这个 哦 这个重要 太好了 我在演艺圈 我16岁就进了演艺圈 而且是 就是神很爱我 这一路就是非常顺利的 的这个走了很多年 那么我现在回头去看 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 那么我我很漂亮那个时候 但是讲真的 漂亮的女生一大堆 对不对 我不是那唯一漂亮的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这么多漂亮的女生里面 我会去演戏呢 那是上帝的神的恩典 那么在众多的演艺人员里面 我们有艺人也很漂亮艺人 他说我以前是护士 我在护士群里面 我是美女 但是当我来到演艺圈的时候 我发现满街的美女 就真的 演艺圈都是俊男美女嘛 对不对 这是好像蛮基本的一个条件 所以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美女里面 我还是 还是可以站在台面上 不是每个美女 进到演艺圈的美女 都有机会 可以出头 那么也很辛苦的在工作 在努力 在想要可以站在台面上 但我为什么这么容易的站在台面上 当然我也很认真工作 这个是肯定的了 那可是我为什么会站起来 其实我现在回头看 我觉得就是神 除了神没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美女那么多 你长得漂亮 一大堆美女 你会演戏 一大堆人会演戏 那么 就是 真的是神的恩典 所以 当我回头数算神在我身上 一辈子 施行的奇迹 我就只有说 主啊 我真是敬畏你 你真是了不起奇妙又伟大的神 那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请你使用我 我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 我在美国的时候 这个 很好笑 我大概半年多前 我人 几个月前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在当地的教会 那 那天我 离开美国的前一个多礼拜 我在 我从教会里面走出来 那我们一起有 大概也是五六个人啊 什么的 我就说我要去跟毛毛姊妹 我们要去唱歌去 卡拉OK 什么吃饭 很欢乐的事 然后我们那个长老就说 你要叫他来教会 祷告会 那我就很 心里就一阵惭愧 我都没有 都没来你们教会祷告会 这样 我还要去叫人家去祷告会 我哪敢 我哪好意思 然后我就默默的就 说好好好 可是我心里就说 好 等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 我就参加这个祷告会 这样 好了 那这个事情就 当我见到这个姊妹 我也不敢讲说 你要来祷告会 所以 我那天就很欢乐的就结束 但是一个多礼拜后 我回到台湾 我回到台湾 我一直去我们回我们教会 我们艺人之家 但我就进进出出 有一天突然 神就提醒我了 就说 说 你要去那边的教会 祷告会 但是你现在在艺人之家 在台北的教会 你怎么不去台北 台北艺人之家的祷告会 我就 主啊 心里一阵残愧 对对对 然后我就心里很残愧 然后我就说 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那么我就 我就去教会 就去我们那个礼拜的祷告会 我就去了 其实我已经七八年 没有参加联会的祷告会 然后 那个礼拜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 真的去祷告会的前两天 我还跟神祷告 我说神啊 你要帮助我 让我说yes 让我说yes 有任何服事 人家开口都说 帮助我说好好好 因为我这个个性 我有时候很别扭 人家叫我做什么事 我就很不愿意这样 然后 所以我有时候 就是不愿意 所以我前两天 我才跟神说 你帮助我 让我愿意 让我愿意这样 然后 两天我进到祷告会里面 那一个祷告会 其实 就是很安静 我就一个人 坐得很安静 都没有任何声音 一个半小时结束以后 我就起来了 然后 我就跟我们教会的 另外一位弟兄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说 修音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我说 请说什么忙 他说 下礼拜的祷告会 因为我在南部工作 我到台北的时候 已经五六点了 所以 我时间有点赶 你可不可以七点的时候 你来帮我带这个祷告会 带祷告会 至少我 至少我不会慌慌张张哦 那么我就到现场来坐在下面 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这样 啊 啊 就说 Yes Yes 然后我就说Yes 对啊 因为我前两天 跟神讲 我要答应完 我就只好说 Yes Yes 然后 然后 然后从那一次祷告会以后 大家 好几个月 还会叫我很多祷告会 但是我在待 好 感谢主持人 因为我才发现说 其实我还不错 然后 大家也很喜欢 我们的祷告会 现在 我们教会的祷告会 其实蛮 蛮火力蛮旺的 很享受 我自己在里面 我非常享受 我从来不知道 我可以在祷告会 有这么快乐的时光 那么我们祷告会 现在很火热 那么我们有几位弟兄姊妹 那个祷告的那个力量 是非常旺盛的 主啊 真是谢谢你垂听 我们艺人的祷告 是必被垂听 必被实现的 我们要求的 神都会答应我们的 谢谢 感谢主 其实接着我们这个记者 再问了 那现在 渐渐的 很久没有出来演 被淡忘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 被淡忘掉了 很想再出来 其实我对演戏 我就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热爱演戏的人 哈哈哈哈 因为 他怎么演得不好 因为我小时候演戏 小时候演戏 是因为觉得那个 演戏还蛮好玩的嘛 还可以赚钱 所以 所以我是因为这个念头去演戏 但是当我真的开始演戏以后 工作很 时数很长 身体很疲乏 那体力很透支 脑子也不够用 所以 所以其实 其实我就发现说 这个工作不好玩 一点都不是好玩的事 所以他很辛苦 非常辛苦 对 所以 配音啊 配音啊 我没有配过音 但是我会配自己的声音 我请问一下 是不是跟林青琪啊一样 你走在马路上 你心态发现了 不然一般16岁 为什么被挖掘了 16岁 也是林青小学生 一般父母亲都不太愿意演戏的孩子 对我爸爸也是很不愿意我去演戏 对对对 在那个年代 但因为我爸很爱我 他只好配合我 我说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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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演戏 我就是要去演戏的 是不是刚刚讲演员训练班 是不是你 我是参加演员训练班 没错 就是你很喜欢 对呀 因为讲一定是很好玩的事吗 虽然很辛苦 对 拍戏是真的很累的 非常辛苦 其实当我们真的 对当我们真的进到这个线上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你这个镜头要演戏的好几次 你就一直不断的讲同样的话 你讲到话不自然 不容易 要入戏 那修音就觉得他很能入戏 而且入到情感里面 演戏自然 也是自然 谢谢 演自己 演自己 是不是这样 这是别人评价的 还有我是应该说 演出我的生命来 其实很多好演员 我们有非常多的好演员 我也很有荣幸 可以跟这么多的好演员 一起东台演出 那会不会再想要继续有机会的话 我跟我的圈内朋友 因为我16岁就在这个行业 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这个圈内的 不管是目前还是幕后的人 通通都是我的朋友 我也不认识其他行业的人 所以我的互动跟他们都很密切的 那会不会演戏 我当然还是会啊 对 我就是还是在这个行业 我有时候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目前 有邀请你吗 GOO TV GOO TV 我有以前度过一次 好像有看到 对 是的 好 那还有没有问题 要来请教我们今天 这个非常知名演员 而且说在演得很自己 演得很自然 而且演得让我们感动 那时候感动 演员有两种感动 一个是感觉很空洞 站在那边 一切都很入戏 那是成修音嘛 不需要改 都知道他 对 有时候 其实取一名的目的 也是就是说 可能是要分开一下 不要 所以有时候 你比较有个人的隐私 不然你的名字 走在哪里 都被他 都被他看到也蛮尴尬的 有时候做一些奇怪的事 就是会被人家笑的 会 不是这样笑 来 有问题要问问 没有的话 我们要背圣经 背圣经 真的今天说在非常感动 真的看到修音 那么的怨地摆上 是真实的 因为演员永远 应该说公众人物台北上的人 永远被验证 就像刚刚讲的 走在哪里 已经不再是走在哪里 是在神的眼光里 是 透明 不是说有没有人看 神在看啊 所以有很多的演员 担心说自己有一天 走得不稳 所以我们也应该为 这些公众人物 甚至要为秀音多祷告 也希望神来大大用它 谢谢 讲一个 不是秘密的秘密 当时姬保如 我决定出来的时候 第一场是我带他去一个地方 是 去见证分享 他会讲什么 知道吗 我就不能够不够信 说而已 要说什么 结果那一场讲 几乎拉不下来 因为那是真正生命的感动 不是你要去 刻画那个剧本 也不是要刻画说 我 我是怎样的状态 那是真的自己 所以今天也是 我们修音是 真正的自己在分享 他讲那些 有祷告会主的事情 跟神的一个承诺事情 是 我们跟神沉这么柔 他一定会帮助你 马上成天就来跟你一个验证 是 对 所以感谢主 那个姬保如 现在也是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姐妹 是 我们也盼望就是说未来 不管是在 关怀层面 公益层面 或是为这时代 因为他们一定比我们大 真的 再怎样出去人家看他 不会看到我 除非我在旁边可以衬托 会 会 谁也会看到每一个角落的人 是 是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把荣耀贵给主 也谢谢我们修音 今天他真的在许多地方 也谢谢今天我们的那个经验 他听到这事情 他非常的关心 因为在他比下 我非常欣赏 那个 他的比例 拿名有时候非常的准 非常的好 真的是 舍得很用力 真是感谢大陪主 阿雷亚 阿雷亚 真的 真的要贵给主 好 我们谢谢 谢谢修音姐 谢谢 多好 多好 那个 那个 我们今天修音姐有一个责任 贝圣经 得偿 你上次有看过 我看了 超贝 非常敬佩 非常敬佩 得偿你先来分享一下 我把网路 那个连接上 今天大家 非常的 应该非常的感受受用 希望我们真的是 我们淘宝 聚取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 德昌接回应一下 刚才听到了 有一件阿们的事 就是要在世人面前 承认主耶稣的名 那个海关那边就是这样 那我自己个人 真的是对这个是 有同感 我一生也遇到三次 以目前来讲 我信耶稣二十六年 有三件大事 我也是 就能大事遇到的时候 我说我信耶稣了 就同胸化之夜 这事情神为我解决了 大事 真的是大事 所以说我刚才听了进去 还有一件 刚才我们的那个修音机里讲的 就是说 不管你有沒有信耶稣 神都在看我们 神都在讲 不是 就是在那边保守着我们 所以说呢 凡有气息的 都要来赞美神 你没有信耶稣之前 其实神也在保守你 不能说你不信祂 就没有这位神 神看顾义人 也看顾乡人 神的日光 照义人也照乡人 那按照惯例呢 我们这边是有这样 要请讲言 抽备一张圣经 已经持续很久了 尽量给他备出来 背部就来提醒我 这个是真言 你选一张真言 或是 以佛所书 西伯来书 罗马书 约翰福音 以赛亚书 一到二十章 你选一张 你尽量买一张 因为我背很久了 又背好多年了 五年了 别吓我 太厉害了 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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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言第几张 第八章 真言第八章 好 智慧起步呼叫 聪明起步大声 他在道堂高区的底下 在城 在城门旁 在十字的口站里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说 余门人啊 你们要慧悟灵敏 余媚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你们当听 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政治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言 我的嘴 憎恶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 都是公义 并无弯曲关闭 有聪明的 以为您写 得知识的以为政治 你们当设我的教训 不受怀疑 能 您得知识 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以比较 我智慧以灵敏为 其所欲行的知识和磨练 敬畏耶和华 在乎恨物邪恶 那骄傲狂妄 并恶恶道 以及乖妙的口 都为我所恨物 我有磨练 我有真知识 我有磨练和能力 我有真知识 聪明在乎 我有磨练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产权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必须的借 丰富尊荣在我 恒久的财 并公义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金金 我的出产超高盈 我在工艺的道上 走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成色获彩 并充满他们的福度 在耶尔 在耶尔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之先 就有了我 从贡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背离 没有深渊 没有大雪的泉源 我已深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深出 耶尔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園 并世上的土质 我也深出 他历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划出圆圈 上使穷苍坚硬 下使渊源稳固 为大海定出现现 使水 我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我在他那里 为公司 日子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 永悦 常常在他面前 永悦也喜悦 住在世人之间 永悦在世 必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仲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 到时便没有我 要听教训 旧的智慧 不可气节 听从我 日子是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口旁边等候的那人 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最后一节一起来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害了我的 你喜爱死亡 阿们 很厉害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 我们修仪姐妹 一点他把它 就出来了 我都来不及点 他已经 神机现了 快乐 今天师父要背吗 要背哪里 来 我都记去西伯来书的 第几章 现在今天第三章 好 来我们掌声来 欢迎我们宣摩 西伯来书第三章 好 好 来 可以开始 没问题 你在中间里 在中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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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掌掌 好 你开始背 没关系 彭龙龙天招的圣洩 聖洩 弟兄 你们应当思想 因为我们所认为 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 好像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家全然尽忠 为要证你将来必传说的事 是 但基督是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胆量和 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 便是神的家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向在旷野惹他发怒 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时 你们的主中 视我看我 并且光看我的作为 我是十年之久 所以我愿反那世代的人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因为不幸的恶心 把永生神弃绝了 一气量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刚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 在基督里就有份 阿们 在基督上说 你们今日若 听从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的话 惹他发怒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出埃及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的 尸首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启示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那最后一句大家起来 这样他们派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陶西而缘故了 太厉害了 师父是鼓励背圣经的 教会很多人都一起背圣经 今天要背吗 要背就出来 我们时间还可以 要先抱我们就可以 要背 就是说我们是看时间 有时候只能两个 时间不够的话 就三个四个 牡丹今天有没有背 没有 没有 有 我明天才会背 我们唱的歌 我背诗篇103篇 诗篇103篇 好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称颂他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 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 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他以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 以致你如因烦恼还同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一切受虚的人神缘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没有爱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爱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念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过范 离我们也有多远 父亲怎样连续 他的儿女耶和华 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样 他发望如野地的花 今风一吹便归无有 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耶和华 在耶和华的慈爱 归以敬畏他的人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 从亘古到永远 就是那些 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紀念他的训辞而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权柄同管万有 遵从他秘密 实行他 成全他旨意 有大能的天使 都要称颂耶和华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租居 做他的仆义 行他所喜悦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造的 在他所质疑的特殊 都要称颂耶和华 都要称颂耶和华 太厉害了 你看今天怎么那么酷啊 穿这样 酷耶 有要背吗 很短 很短 整张的 二三篇是吧 那就来上来试 我们还可以 最后 你自己切法 他使我躺过在青草地上 引我到可安心的水边 你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以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 且要不在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厌斜 你用有高的我的头 使我不悲满意 我一生一世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 使爱随着我 我且也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YES 来 谢谢 感谢主 小燕姐来 小燕姐 进了 預備 你热心服事 大家都很称赞你 其实我觉得神 用我每一个 不管是怎样 静得就坐在小弟兄身上 他很认真 好 来 今天是配哪裡呢 耶和义书第二章 耶和义书第二章 好 可以开始了 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 寫给你们 是要教你们不患罪 若有人患罪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的罪做的往回忌 不是当为我们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我们若认识他就晓得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还遵守主道的 爱神的心在他里面 实在是完全的 从此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主里面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 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七行 亲爱的弟兄 我写给你们的 不是一条新命令 乃是你们重启出 所受的救命令 这救命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 再者 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 在主是真的 在你们也是真的 因为黑暗渐渐过去 真光已经照亮 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 且恨他的弟兄 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 唯独恨弟兄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言由 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 且在黑暗里行 也不知道往哪里去 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 小子们啊 我使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 你们得了赦免 父老啊 我使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 那从起初言有的 少年人啊 我使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圣子 那儿子 小子们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父 父老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认识 那从起初言有的 少年人啊 我曾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刚强 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 你们也胜了那二则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我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 因为还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毕竟神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神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曾听见说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 却不是属我们的 若是属我们的 就必能就以我们同在 他们出去 圣明都不是属我们的 我们从主受的恩高 就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你们知道这一切的事 并知道没有真理 没有希望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 不认护一字的 这就是敌基督的 王不认子的就没有护 认子的严护也有了 认到你们 我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主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旧事有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高在环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 这样他若显现 我们就可以坦然不拒 当他来的时候也不至于惭愧 你们就请大家一起来 请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叫凡行公义之人 都是他所生的 阿们 感谢主 想要说一个行公义 好联缘 纯千辈的心 阿们 行公义 好联缘 纯千辈的心 纯千辈就是跟主对位 因为跟主对位 我才有千辈 一个不千辈的人 说有主那不对 因为他超越神 那行公义就是价值 价值的认定 行公义价值 那好联缘就是爱心 所以我们主要在信仰三个层面里面 就是对正主 有价值的认定 以及爱心的认定 感谢主 所以这个经文最后一段 就是知道他是公义的 神也是公义 我们才可以在公义当中 被保护到神的果里面 OK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歌 最知心的朋友 今天我很忙耶 哈哈哈哈 一二二三好多事 还要录影啦 我现在讲的话都录进去了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一起来唱 家天大利益大能天异 应该三头六臂 来 那个我唱最知心的朋友 好一起来唱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起立来唱 你唱完之后 请我们秀音姐妹 会带我们祷告 和我唱歌 祝福 你唱歌 尤其是你唱歌 祝福 祝福 尤其他歌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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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台阶 在我认识的每一个小盏 你的手中是在缠纳着光 把我带在你身边 告诉我当初的路 没有花香失望线 你该何能地掌握什么 我心发出尽头 拥有主还要什么 我心愿主先相见 我已经是要跟随着 拥有主还要什么 拥有主还要什么 我心愿主先相见 我已经是要跟随着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再一次 永不改变 永不改变 是的主我们永不改变 因为主 有的主我们还要什么 我们的心已经与主你来相连 主啊我们要来跟随你 永不改变 愿神真的是来悦纳今天我们的见证 从头到末了 也蛮有主你自己亲自的带动 让有一些人他们打开这样频道的时候 心里面也深受感动 愿意来快跑跟随主 也愿意坚守岗位 愿意真的在生命的道路当中 清楚知道 我们离调主什么都不是 谢谢主带领修音姐妹 在今天这样的见证分享 满有主你的恩光同在 继续使用它 带领它 保守它 让它前面的道路也真的有主与同在 亨通无比 感谢赞美荣耀贵给主 亲爱的天父 谢谢祢让我们这些众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 我们向祢献上我们的感谢 向我们献上对祢的赞美 主啊 谢谢祢爱我们 让我们今天在现场每一个人 我们都从祢那边秩序到生命的力量 主啊 我们定睛在祢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生命 主啊 谢谢祢带领我们 每个人走在祢的正道上 主啊 我们不偏左 我们也不偏右 我们走在祢的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清楚的听到 祢在我们的耳边告诉我们说 这是正道要走在其中 所以说我们现场每一个孩子 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的交托在祢的手里 祢的祝福在2018年 星导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主啊 我们说 我们要 祢就会给 主啊 谢谢祢 谢谢祢 爱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走在这个路上是 得胜的一个基督徒 主啊 我们不只是得救 我们还要得胜 谢谢祢 爱我们 谢谢祢 祝福我们2018年 谢谢 感谢赞美祢 奉耶稣基督民求 Amen Amen 好 感谢主啊 那我们2018 故意要的年 是的 一个70 一个50 先要记得 是的 我们一起到前面照相 大家 请中间赶快撤退 赶快把这个关掉 这要干什么 76 就是 就是 就是